這個動作把它記錄下來的話 快速完成當然我們可以做一個程式 Sub一個直條圖 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就OK了 位置如果不對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再把這個位置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像剛剛這個程式 它跑得有點蓋住這個位置 你可以去調整這個數字 它這個數字就是 前兩個數字它的坐標 X跟Y的位置 然後呢 後面兩個數字是它的寬跟高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位置向右再移動 大概改成200好了 把它直錫一下 OK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那甚至以後如果你要多畫幾個 你如果要位置擺一擺 然後全部它就可以 自由的 去讓你畫出這個圖表 但問題來了我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繪製出這個圖表 利用程式 而不是用人工的方法來完成 這邊的話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也沒關係 有個方法 至少你會錄製聚集吧 但錄製聚集下來的東西 裡面有很多的其實我覺得 有線索 但是問題它寫出 它的那個聚集 怎麼樣讓它變得經典 有些程式語法可以把它刪掉 那那部分的話就考驗你的功力了 OK所以接下來你們第一步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不會寫這個程式的話 你想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但是又沒有頭緒 有幾個方法 一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名稱的話叫直條圖 假設我今天希望 把它錄製成一個直條圖的 VBA程式 你可以在上面打 直條圖 我現在不改好了按確定 比如叫聚集2 然後1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它會把你錄製 一段程式叫Range B2到C9.slate 它會選一個範圍 2的話 你就是插入那個直條圖 這邊直條圖 3的話當然你可以移動位置 不過我們現在先不要移動位置 那我們還可以改哪些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其他還有哪一些 要增加的 比如說假設 這邊我已經 改完了 OK了 那你就直接 可以把它 停止錄製就好了 停止 好 其實我們就有線索 如果你完全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 再把 怎麼啦 這可以移過來 你可以把它Delete 把它聚集 這個有沒有 聚集裡面有一個 叫做聚集2的 你把它執行 又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有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錄完之後的話 再去執行它 它就會幫你再 秀出一次 可是問題 有些地方 可不可以變更 還有就是說 裡面的 程式到底怎麼寫的 我如果想知道的話 其實很簡單 前面講過 就是你可以 聚集裡面的 我剛名稱叫做 聚集2 編集 你可以看到 它的程式基本上 就這麼短而已 總共的話 其實基本上 就是只有 這麼幾行 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直條圖 這個我已經有直條圖 的這個 這一段也許先把它 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2好了 OK 名稱不要一樣 這邊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錄製下來的話 那就會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剛剛 只有做幾件事 第一個的話 就是Range B2 到C9.Slet 這個沒問題 那比較重要的應該是什麼 應該就是 它這個底下 到底做哪些動作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範圍先選取 那最大的關鍵 它會用到幾個物件 第一個就是ActiveShoot ActiveShoot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第二個物件的話 就Sharps Sharps的話 其實就是 哪些 圖 有沒有 那第三個呢 就是 在這個Sharps裡面呢 它會 Add一個 Charge Charge 而且是Charge2 OK 那這個Charge2的話 基本上呢 它其實還可以做一些 變更 可是如果說你假設 對於這個Charge 2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如果不清楚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F1 F1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 跟你講說 Charge2裡面還有一些 變化 包含哪一些 它跟你講說 你裡面其實可以給我一些參數 第一個是樣式 欸 樣式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看到的這個 第一個這個樣式 它是放 201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是放什麼呢 這個地方 201 剛剛是在這裡 OK 它有說明 然後呢 底下的第二個的話呢 它是什麼 圖表類型 所以 圖表類型 這個叫 XL ChargeType 那問題是 哪一種 這個形態是哪一種 它上面有個超連結 所以你可以點這個超連結 超連結點選之後 你會發現 其中的話呢 如果你是要 假如說我是要什麼 立體 不是立體 我們應該是 直條圖的話 那你會發現 直條圖的位置 應該是在哪裡呢 直堆疊直 直條圖 我看 這折線圖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 這邊的這個 它叫Color Color 什麼 這個把它Ctrl C 我在這邊Ctrl F 尋找一下 在這裡 它叫堆疊直條圖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要用哪一種 圖形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裡面找到的 後面的名稱找到對應的 然後找到前面的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它這個 這個的後面參數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豆點 其實將來呢 如果我想要換個位置好了 你會發現 這個後面呢 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哪些變化呢 就可以針對呢 你把它上一頁好了 你會發現後面其實還有一些參數 它沒給 它後面其實還有 一、二、三、四個參數 也就是左邊 TOP 寬度跟高度 其實這個都可以調整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再增加一些 條件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假設 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這個到底要拿掉 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放的位置在哪裡 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是不OK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一點的位置 這一點 大概是 基本上特別注意 它的概念是這樣 從左邊 Lapt過來 有沒有 特別說它第一個 從這邊過來 假設到這邊我剛好有算過 大概到這邊的話是200 OK 然後呢如果你要往下一點的話 下的話呢 大概差不多10的位置 那我們先把這個數字把它打上去 假設我今天希望把那個圖產生 並且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可以逗點 後面的話根據它 提到的你可以把它加一個200 逗點 再加一個10好了 意思是說我的坐標 大概是放在這裡200 200 那這跟各位講 這個200指的是 根據官方的說法是200個點 可是問題 這個從這邊到這邊 為什麼200個點 後來我看了官方說法 其實它 也沒有很詳細的說明 所以大概 你們可以算一下 大概一個數字 從左邊 到右邊 這邊大概是1000 然後從上面到下面 然後從上面到下面 大概差不多700 從上面 所以其實 這邊到這邊 我們算500好了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是500 所以你就可以 把這個比例大概算一下 然後為什麼會 它其實不是像素喔 也不是裡面它的單位喔 它是自己有一個 這個 比較特別的叫點 為什麼有這個 單位啦 其實是承襲 30、40年前的 設計方法 它沒改變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加這個兩個參數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 有沒有 位置是不是移動到我要的位置 OK 如果你不加的話 本來是在中間 現在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增加兩個參數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你的left 一個叫你的top left指的是從這個點 到 右邊 哪一個點的位置 我給200 那10的話是從這一點往下 大概距離多少 另外的話 如果說 你假設希望 這個圖的大小 寬多少 高多少 你也可以調整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 比如說我今天逗點 假設我寬希望給300就好 好 逗點 高大概給200 OK你可以再加個參數 你可以把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300 這個就300 這邊到這邊300 這邊到這邊200 所以喔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控制它的話 基本上除了說自己錄製具體之外 其實還是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修改的範圍基本上 主要是 錄製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錄製一下 並且 再把這個錄製的結果 稍微修改一下 主要是針對這個方法 叫 Add Charge2的這個方法 裡面我們可以增加它的什麼 坐標位置 跟它的寬跟高 OK 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